台北站要比照捷運設置這種月台門 不過現在遭民眾指出了 像是下面這個車門釋放法 很可能會被旁邊的滑軌擋住 旅客的逃生安全恐怕會有疑慮 民眾拍散這張照片 全身處為車門釋放法 跟滑軌間的空間非常小 就怕車廂內徵的遇到狀況時 工作人員無法操作 形同虛設 台北站的月台門 因為各位都了解空間比較窄 所以我們月台門的設計 其實採取博型的設計 比一般捷運的月台門 是窄了大概20公分 所以難免它會擋到 我們原來車外可以開門的 另外一個釋放法 我們必須做多次的測試 那麼之前有一些好像對準 準確度不是那麼好 那今天我們調整現在 這個準確度都沒有問題了 高鐵表示列車跟月台門 要測試位置約時兩個月 難免需要有時間校正 而現在已經排除狀況 過去在日本東京地下鐵 就有遭砂林毒氣攻擊 造成13人喪生 僅6300人中毒的事件 釋放法雖然看起來不起眼 卻可能是民眾保命的關鍵 一死一毫細節都不能放過 才能確保營運的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